超級簡單 然後做個鍋都送過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萊姆 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今天我要做一個特別的企劃 我決定要在家這個位置 直接叫外賣的麻辣火鍋 整鍋送過來 各位,我已經落單成功了 現在等待火鍋的來臨 火鍋終於送到了 就是這三袋東西,我們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第一袋最浮誇的 都不是啊,電池爐過來 超級簡單 然後做個鍋也送過來 用完之後直接打電話給它 它會過來收回來 還要是鴨鴦鍋,它還給我們這個 嘩,好重啊 看看我們第一盒的東西 什麼東西啊 哦,它送了桌布給我們 然後有些鹽啊 不知道什麼東西 有個蠔油在這裡 這個是紙巾 叫了兩盒炒飯 火鍋配炒飯是很合理的 好啦,這個是配菜 還有一些蒜啊,芫荽和蔥啊 這個是我們吃四川麻辣貨 一定要有的油碟 走開啊,你 沒有你的粉 走開 哇 接著我們的湯底 這個是高湯 三鮮湯 還有牛油鍋底 這個應該是混合高湯用的 那這一袋應該全部都是送來的 我待會再開 各位,我們現在先設一個鍋 設完東西了,我們開始吃東西了 第一樣東西要吃的就是這個 挺帥仔的肥牛 這一間我們點完才知道 上面寫著原來這間是成都頭十強的火鍋店 十強啊,各位 你知道成都有多少間火鍋店嗎 只有我們這區也有幾百間 一間變兩間,兩間變四間 四間變八間 好像誇張了一點 幾十間 好好嘗嘗牛肉 我覺得肉就... 嗯,肉是正常的 湯底OK 我覺得可以再濃一點 它不算很辣的 辣辣的 四川辣王 踩點 那邪屋企踩點 這個是火鍋最喜歡吃的 一種叫蝦滑 這個蝦滑好味 哦,棒 這一塊都是它的特色菜 它說什麼什麼什麼午餐肉 嘗嘗嘗 嗯,慢慢吃 這個午餐肉也不太差 OK哦 如果在外賣來說 這間肉真的不錯 so far來説 餃子啊,各位 餃子是我吃寶箱的其中一個最愛的 看你家好不好吃 這個有點像菜餃的物體 嗯,但我覺得這個一般 這個不是很好吃 不太差,但肉的質感我覺得一般 不過這一餐其實都不算便宜 如果在外面吃火鍋來說 我們今天點了大概270元 平時我們吃火鍋 平日人均消費大概是70至80元左右 那這一餐稍微 因為外賣可能會貴一點 好啦,接著要嘗一下這個 這個是里脊 又是這裡的特色菜 這個超划算 11元 這盒東西 好啦,嘗一下我們的里脊 那就是豬的肉 這一部分的肉好像在後面 嗯,這個肉的質感很好吃 因為它是沒有去到豬筋肉那種那麼彈牙 但它也是一個很嫩滑的豬肉 這個好吃啊,不錯啊 好啦,接下來試試這個裙花 就是這個嬸,切到像花一樣 好漂亮 好,接著試這個皇后 好啦,這裡的問題要問一下大家 大家知道皇后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內臟呢 武漲混答環節,歡迎下面留言 好啦,試一下四川食堡基本上都會吃到的皇后 哇,好辣啊 這家皇后的厚度會比平時的更厚 好像強烈一點一點 然後咬下去很快,叫下 Chill 好吃 好啦,我們試這條裙花 rebuild 嗯,不錯 但沒有剛才我這麼驚喜 但還是好吃的 我在香港呢,帶了響鈴回來 胃著是什麼呢,就是在吃這個火 各位 我以為你會說是為了哄老婆啊 NG M Gabби嘛 我在香港帶了響鈴回來 為了什麼?是為了哄老婆 Yay 好,試試紅湯的響鈴 紅湯的響鈴,各位 癢到你 它辣到鼻子出汗了 好,四川流行挑戰一下一個辣響鈴 好吃嗎? 我好吃 不辣 開始辣了 開始辣了 我吃到很多麻糬了,因為在裡面 好辣 我們熬了很久的排骨,可以開箱碟啦 請我們的小印試吃一下 好入味 它熬了一整晚的排骨 放開 一熬分開了 厲害了,厲害 這排骨真的要開始放到結尾吃 真的不得了,入味道不得了 好飽啊 你看我們已經差不多清了桌上的食物了 小印的戰鬥力真的很頑強 嗯 這個時候把他拿走就對了 因為他聽不懂我說什麼 好啊 非常有趣的一個火火體驗 不過我也是一個小問題 就是其實很不環保 因為它裡面用了很多膠盒 所以我決定以後不會再做這個行為 因為真的非常之不環保 還是出去吃吧 好,喜歡影片的話請給個讚 記得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的是我 我是屎萊姆 我是小印 我是小印 那邊還有個屎嫂 那邊還有個Holic Hello 按個小鈴鐺 下次再看,明天六點半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